yo yo what's up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你提纲了吗 我们开始 那繁花这个IP已经结束了 我们去年拍了西梦 今年拍了繁花 很多人都很关心K老师下一步要拍什么大电影 那如果你有看繁花3的话 我相信片头的音乐你已经知道我下一步要拍什么了 经典台词 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 或者说 我想当个好人 好啊 去跟法官说 没错 K老师8月15号正式开拍 吴坚道 那为什么要拍吴坚道呢 三个原因 第一个我很喜欢这个电影 当然我仅限于第一部跟第二部 第三部我不知道他在拍什么 所以我不会去借鉴第三部的剧情 就是不管是刘德华 还是当年研制巅峰的陈冠希 还是演技爆棚的吴振宇 还是风云永远游存的刘嘉玲这些人 反正吴坚道我是很喜欢的 所以我想拍 第二个原因 因为K老师入行第五年拍了将近500部电影 但是我从来没有拍过一部真正的枪战片 虽然吴坚道不是纯意义上的枪战片 但是好歹里边有枪嘛 对不对 所以我没有尝试过 所以这次我要尝试一下拍枪战片的感觉 第三个 还是要感谢与繁花在圈内引起的这个影响力了 就现在基本上这么说吧 嘚瑟一点说 我现在主动发出邀约任何一个男演员女演员 不管你身上有没有合同 他们都会愿意来参与我的新电影 有合同的做配角 没合同的做主角 就是繁花给了我这个底气 或者反过来说吧 Kieran Lee跟包皮跟Mano Ferreira给了我这个底气 跟他们合作完这两部之后 圈内所有人对K老师的这个知名度的这个认知 又提升了一个可能两个等级 所以我也是很高兴 真的很庆幸自己拍了繁花这个系列 那有了这绝对的演员储备库的支持 所以我才愿意要拍吴坚道 那这次我刚刚说了 我因为我不喜欢第三部嘛 所以我主要拍两部 八月份拍吴坚道一 九月份拍吴坚道二 只有这两部 好 这就是为什么要拍吴坚道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演员阵容 我们先来说女演员 那我就一刻刻报名字 你们自行体会其中的含金量啊 第一位 Melissa Stratton 第二位 Molly Little 第三位 你们以为退休了 她确实也早就不接别人片子 但是K老师一开口就马上来的 Evelyn Clare 第四位 你们以为退休了 或者说以为她只拍女女片 她也确实只拍女女片 但她其实早就不接其他片上邀约了 然后上一次本来要来繁花山 后来没有赶上飞机 这次一定会来的 Leah Garley 下一位 Jade Love Jade Love很多人可能不认识 但如果你有看过2016年的Vixen或者B厂的片子的话 你应该知道 Jade Love是Black的 第一个邀约的亚裔女演员 她是蒙古裔的 她当时是一下子爆红 然后她的等级其实你说辈分 她比现在的Nikodosh啊 或者是Luluchu啊 甚至Jade Kooch中的高一个等级 中间歇了两年 但是从去年年里开始重出江湖了 Jade Love 然后洛杉矶本地的一个超级网红 Milokoi 不多介绍 到时候你就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亚洲网红 然后还有一位神秘的台湾女演员 不是孟茫 只能说不是孟茫啊 但是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是哪位神秘的台湾女演员 会来到K老师的《无间道电影》里边 所以你看看 这个女演员的阵容名单 涵盖了北美市场的偏爱 亚洲市场的偏爱 甚至蒙古 我都覆盖到了已经 对不对 对于流量这件事情 K老师现在真的是越做越顺手了 这是关于女演员 那我们下面来聊男演员 第一位 曾经的美国队长 Charles Dera 如果你有看过十多年前的美国电影 你应该知道当年的Charles Dera 有多帅 奶油小身 小帅哥 当时头衔是这些 但现在人家是圈内第一酷大叔 不管有没有胡子 不管有没有头发 各种造型 配上皮衣皮裤 加上摩托车一开 论酷这个字 Charles Dera 就是圈内第一 好 第二位 Scar Nails Kirian Lee来过了 Manoe Fler来过了 这次是B场三级的另外一位 Scar Nails也来了 那Scar Nails一样的身上背着B场的合同 但是因为K老师跟前面两部合遂过了 这个口碑不一样了 人家也是一个信息过去 马上同意 所以Scar Nails 第三位 Damond Dice 我觉得Damond Dice是Scar Nails的复制体 加稍微低配一点 就是名气没那么大 但战斗力其实它比Scar Nails更强了 再往下 停顿 Respect 我的偶像 Evanstone 没错 这次加勒比海盗会来加盟K老师的无间道第一部 当时我打电话给他说 我觉得他不一定会同意 因为他最近确实身体不如以前了 年岁也上去了 结果他说他在推上看过我繁华的预告片 他非常喜欢这个风格 他很愿意在我的新电影中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很荣幸 很开心的 我把我的偶像又叫来了 所以Evanstone 加勒比海盗 这次会在K老师的无间道中扮演谁呢 你们猜吧 好 再往下 圈内演技天花板 No.1 没有之一 就如果你说的演技这个词语 Tommy Pistol 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演技的代名词了 K老师也无数次摆过Tommy的演技有多牛逼 我就认为他不应该在这个圈子里 他应该去好莱坞发展 对不对 Tommy Pistol 这次也会在无间道里出现 再往下 Wear Ponder 再往下 当然就是我自己了 所以你看看 很多人曾经跟我说 老师 无间道这个片子是个男人戏 那我们现在男人位拉足了吧 你能想到圈内所有顶尖的男人位都出现在这部影片中了 再配合前面的女演员阵容 你觉得流量上 票房上 我们还有输的可能吗 没有 那赵丽 这次K老师会把这部无间道的30%的版权拿出来给大家认购 好和不好不用我都说 我现在只想问那些 那个繁华123当时犹豫错过那些人 后悔吗 好了别的不说了 这就是K老师8月15号开拍的无间道第一部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 无间道这个片子 我要拍出另外一种感觉 戏梦的感觉 繁华的感觉 都太过文艺 就是为了拍这个无间道 我在最近这一周把无间道123 就这三部片子看了四遍 你想象一下这个 就恶补 这个恶补不是我以前没看过 我以前过很多遍了 我只想不停在中间寻找一些 我可能之前忽视掉的点或怎么样 我要拍出圈内独一无二的无间道 所以如果你对30%的版权有兴趣的 记得私信我 那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 今天你加了吗